第201章 不准离开 宁旭 知不知道 你昏迷了两天才醒过来 差点就莫命了 宁叔可以容忍宁旭的所有任性 但绝不会允许 宁旭拿生命开玩笑 前天的车祸 但凡出一点差池 宁旭现在伤的 就不止一条腿 宁叔光是想想都觉得后怕 这可是他一手带打 血脉相连的亲弟点 宁旭听出了哥哥语气里的交集和担忧 不由地低下头去 哥 我知道错了 宁叔怒意味平 嘴唇紧拧成一条线 宁旭偷偷瞄着他的神情 不小心视线撞上 又像个被抓包的孩子 忙不迭低头 配合他那张花脸 狼狈又好笑 宁叔看见弟弟这样子 真是气也无出发 最后只能软化下来 压了压背脚 接下来一个月 你就待在医院好好休养 学校 我已经给你请好假 那怎么行 宁旭脱口出 带带呢 宁叔就要平息的眼底 重新聚起风暴 勃然大怒 宁旭 你是真的脑子撞坏了吗 宁旭苦苦哀求 哥 我就去看他一眼 就一眼 宁叔真不知该怎么对这个不争气的弟弟 骂了没用 打又打不得 索性冷嘲道 你还在担心他 人家好好当他的女明星 日子愉快得很 谁会记得起你 要我把手机给你 让你看看上面的通话记录吗 宁叔动了怒 把手机摔在宁旭床边 宁旭抬起手 又放下 最后 还是拿起手机 翻看了通话记录 魏杰来电有很多 色满屏幕 偏偏就是没有明代的 酸楚自心口蔓延 宁旭面上依然装得若无其事 莫关谢 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恨铁不成钢的 宁叔简直要被气死 甚至开始后毁删掉了 明代那通魏杰来电 至少不用看见亲弟弟 卑微的像条狗 哪怕被人踩到脚下 还要继续摇尾起怜 眼看着宁叔怒意越来越重 病房内空气越发冰冷 宁叔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烦躁的他 接起拿到耳边 听了消息 转瞬便柔和了眉眼 笑容讽刺 话说得奈抹硬气 哼 我就知道 挂了电话 宁叔手插在裤兜里 慢条丝里的 往下瞥着弟弟 我今天去献了你的代代 在他电视剧的庆功宴上 宁婿不解地望住宁叔 我用一部电影女主角 交换他远离你 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 宁叔看着宁婿眼底 汇聚的光芒 觉得好笑 果断残忍 奔灭光芒 现在 我得到消息 他的经纪人 已经答应参加 明天的电影试镜 哼 这就是他说的不需要 宁婿收紧 落在背面上的手 强装住镇定 他去试镜 肯定是为了 凭自己努力选上 是吗 我倒觉得 他是既要 又要 既要维持可笑的自尊心 又舍不得到嘴的利益 小旭 这就是人性 永远不要去高估他 宁叔亲笑着说完 将宁婿的手机收走 最近我会让人看着你 在病房带着 好好养病 瞥了眼宁婿 打着石膏的腿 不过 我想 以你这条腿 也跑不远 宁婿不言不语 搭拉着脑袋 额前垂下的黑发 遮住他眼底情绪 电影的试镜地点 在燕京某座大厦的二楼 明代来时 这里 已经聚集了不少演员 有的面生 但绝大部分面熟 基本都是明代 有点印象的 圈内知名演员 里面甚至有 鸡尾一线演员 只是他们 都戴着墨镜 被请进了单独休息室 待遇与其他演员 有所不同 娱乐圈的咖位 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过 能让这魔多知名 不知名的演员 聚集起来参加试镜 已经足以说 名堂文书 这个名字的吸引力 其实明代的到来 也惹来不少人的视线 作为最近风头正经的 心境小花 许多人一眼就认出了他 在同代新人队伍里 明代是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已成名的前辈演员看来 明代的存在无声 张显著威胁 就像是今天明代出现在 天魔 得势境地 便有很多人 开始算自己的胜出 可能又降低多少 无言的紧张感在弥漫 陪同前来的苏访云 看到明代似乎也有点紧张地攥着手 苏访云先是惊讶 毕竟明代以前给他的印象 都是面对大场合 从容淡定 便以为 今天明代也会很冷静 没想到却看到明代 紧张的样子 想住明代的年纪 笑着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以做安抚 放心 我们不要有负担 就当是来增长见识的 通不通过 都无所谓 嗯 明代印的心不在焉 因为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试镜 而是为了 谭导来了 不知道是谁已经呼了声 大家脸上纷纷露出亚色 今天并非是主角的试镜 范围最高的 不过是女二号 就是明代的试镜目标 一般来说 这些试镜 都是交给专业的 选角工作室 以及副导演 像谭文书这重顶级大道 通常不会 把时间浪费在戏之末节上 电影筹备 有很多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 谁知道他今天就是来了呢 人群有些躁动 各自想的都是 哪怕不能得到谭导的青睐 成功通过试镜 也要抓住机会 给谭导留下点好印象 一时间 大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上前打招呼的 自我介绍的 拉脚请讲关系的 居然还有人 直接荡着谭文书来了的朗诵表演 只能说 演员不愧是演员 没有任何设恐压力 相较其他人的主动 明代落在人群稍后的位置 平静无波 看着谭文书那张脸 忽然 谭文书停下脚步 于人群后 准确捕捉到明代 其他人循着方向接连望过来 无数道视线 落在明代身上 谭文书挪动脚尖方向 往明代位置走了几步 我看过你的简列 你叫明代 对吗 嗯 明代垂着眼眸 在其他人看来不是冷淡 而是害羞 谭文书也这样一位 哈哈笑着 你是来试镜的吗 欢迎 谢谢 可惜他不是来试镜 而是来 毁掉这部电影的 第202章 谭文书 谭文书有张斯文儒雅的脸 哪怕两病生出白发 依然不会让人觉得上了年纪 只为他更添阅历 有些人说谭文书比起导演 更像是有风骨的文人 浑身书卷气 明代以前也是这样认为 甚至一度将谭文书当成是自己的恩师 前世刚入行 未经世事的少女尚且怀揣着稚嫩的梦想 希望能够站到金色舞台举起演技奖杯 被全世界瞩目 更希望能够在影史上留下一个个经典的影像 被无数人津津乐道 可惜想法没好 现实却很凭借 入行的一步错 导致后面步步错 加上康人急急盈盈 满眼只有钱 恨不得让明代24小时连轴转 睁开眼后的每分钟都在赚钱 这样的紧密日程之下 明代哪有什么空隙钻研演技 于是不断被嘲笑 不断被批判 连明代自己都快失去信心 以为他就没有演技的天赋 这时 他遇上了谭文书 明代自己试镜谭文书的电影 侥幸成功了 演的只是一个小配角 出场所有镜头加起来 不超过五分钟 但谭文书却非常用心地指导了他 那次也是第一回有人称赞明代 不错 很有天赋 人生几乎没有得到过肯定的明代 对那句称赞如获之宝 甚至咬着牙 哪怕和康人闹翻了 也要减少通告 好好磨研演技 提升自己 那时他偶尔有遇到的难题 都会去询问谭文书 而谭文书作为顶级大导 总是从百忙里抽空 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解答 亦如尊尊教导的和矮常者 明代自小没有得到过父爱 醉天真实 以为温柔慈爱 最好的父亲就该是谭文书那样 然后 明代在某次夜内酒会 无意间听见谭文书跟别人对话 他前脚刚跟谭文书恭敬地打完招呼 后脚就有人问起谭文书 那大美女不是明代摩 听说和他传绯闻的人不熟 老谭你有厌福啊 怎么这摩酒还摸下手 明代已为谭文书会反驳 谁知道他的下一句话就是 最美的花就要懂花的人来摘 那小姑娘天真了些 不过正好 适合慢慢发掘 把花养成最漂亮的模样 现在还不是摘花的最好时机 等它从内到外都彻底沉浮 从灵魂到身体都是我的 那时候再下手 便再好不过 那轻慢到近乎侮辱的话 雨落在明代里 无意晴天霹雳 之前明代对谭文书 有多么崇拜 在那之后 就有多么的厌恶 自那以后 明代便与谭文书 彻底划清了界限 当然 谭文书不可能放过 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明代 不过那时候明代 已经在和宁书交往 谭文书忌惮 才安分地消失在明代生活里 说起来 谭文书有过翻车 在明代发现他真面目之前 就有已经过气的女演员 出来控诉 曾经遭受谭文书的骚扰 因为不接受 还丢了工作 事业一落千丈 当时普遍舆论 都占谭文书这边 他靠着多年来 经营出的好名声 加上多部作品的 观众滤镜加持 让大家都觉得 那过气女演员 是在发疯 借机蹭热度而已 包括明代 都不认为谭文书是这种人 猜测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后来事实证明 果然是明代天真了 而在谭文书导演生涯里 最出名的作品就是 天魔 虽说在 天魔 之前 谭文书靠着早期作品 拿了不少奖 奠定了自己 作为国内五大导演的位置 但他在这五位里面 陪坐墨席 身后有不少 比他更年轻 更有才华的导演 在等着将他拉下神坛 派 天魔 之前 接连遭遇滑铁卢的谭文书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而一步 天魔 直接扭转了 他的所有情况 非但没有调出五大导位置 还坐得更稳 此后 颇有国内导演第一人的势头 天魔 历史票房第一 这个光环太大了 宝座坐了多少年 导演演员们 就被封神多少年 哪怕是后来 有新的高票房作品 一军突起 夺下冠军宝座 天魔 依然为人赞不绝口 甚至随着时间推移 大家脑海里 只有正面印象 负面通通被遗忘 忘了 天魔 在质量方面的缺憾 忘了开拍前的几换导演 和演员的波折 忘了最早 天魔 项目其实属于 一名女导演 结果被家和摘了桃子 忘了在电影开拍出气 传得沸沸扬扬的 天魔 试镜现场女生跳楼事件 明代坐在走廊椅子上 扬起脑袋望着天花板 目光好像穿透层层楼板 一直落到那楼顶天台 要不要多久 就会有个女孩 从天台一跃而下 女孩死后 有流言飞语传开 说她的死 和谭文书脱不了关系 如果这是真的 也是丁大爷的事情 让明代恍然明白 众生影响的不止自己 或许 她能够影响更多 改变更多 代代 你在看什么呢 苏访云走过来 把号码牌和资料 递给明代 诺 你排到16号 听说今天光是 试镜女二号角色的 都有50多号人 怕是要忙到明天去 还好咱们位置靠前 明代随手收起号码牌 起身 苏姐 我去趟卫生间 苏访云不宜有她 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 我又不是小孩子 明代说着 笑咪咪 朝苏访云挥挥手 小跑者走了 明代当然不是要去卫生间 她只是借口离开 然后用眼睛在人群里 四处搜寻可能的人选 关于跳楼女生的具体消息 明代知道的不多 无法准确锁定人选 只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 大致是下午 而现在是上午十点 距离下午到来 还有一点时间 明代心想 要是找不到目标 就干脆在天台守一天好了 哪怕最后 不能通过女生 找到谭文书的证据 能救下一条命 也是好的 抱着这种念头的明代 目光搜寻得格外仔细 明代站在二楼 走廊护栏前 往一楼大厅眺望时 一道熟悉身影 映入眼帘 对方扶置心灵般 恰好抬眼 第203章 不是晚辈 两人视线在空气里 无意撞上 明代一愣 下意识抬手 灰灰 对方微微抬眉 也学着她的样子 灰灰 她的动作 引起身后 跟随众人的注意力 纷纷望来 数道视线 落在明代身上 明代挠挠头 才发现 原来何木不是一个人 站在那里 后面至少浩浩荡荡地 跟了十几号人 众星拱月般 簇拥着她 看年龄 何木应该 是里面最年轻的那个 却丝毫不会让人觉得 她压不住气场 反而像是群山中 最厚重沉稳的那座 被众星拱位 也是理所当然 这还是明代第一次感受到 何木身上的大人物气质 和上次在度假山庄 遇见时不一样 和同样位高权重的宁书 也很不一样 何木身上 有春风化细雨的包容温柔 也有大地滋长万物的慈悲怜悯 还有明月照寒江的清冷遥远 复杂难言的气质 融合在何木这个人的骨肉里 让人觉得是 那样的恰如其分 就像此刻何木在一众追随者中的 鹤立鸡群 明月耀日 不过如此 明代看得略意恍神 很快又清醒过来 被何木身边那群人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赶紧点点头 算作招呼 转身跑走了 何木抬到一半的手 因为那道消失的清零身影 被迫放下 身后的人大住胆子 好奇问 是何先生认识的人吗 其他人跟着打开话匣子 你演我异语起来 二楼的话 今天是有电影试镜吧 对 听说是谭文书导演的电影 大制作呢 刚才那姑娘是演员吗 看着挺漂亮 是何先生家里的晚辈吧 在所有人前一时里 何木就是云端供奉的神像 不敬女色 不染成俗 所以 压根不会把何木跟明代的关系 往暧昧方向去想 能让何先生 这么亲切对待的 是晚辈没错了 达成共识的众人 跟着点头附和 不是 何木嗓音如流水清凉 漫过一众一轮声 其他人纷纷一愣 什么 何木侧谋 风淡云轻的来了剧 不是晚辈 说完收回视线 不管其他人是怎样的 表情各异 明代找了一圈 都没发现可疑的人影 反倒是苏访云先打电话过来 带带你去哪了 快回来 该到你的号码了 明代脱口出 这模块 他以为已经不知不觉 过去至少一两个小时 结果一看时间 三十六分钟 苏访云解释道 前面的人出来速度太快了 我估摸就是看了眼 也有人留的时间长 过选可能性更大 我看是谈倒在 他对角色应该有明确的选择倾向 明代默了默 我马上回来 匆匆调转方向 往事近视回去 明代回来得及时 前面十五号 刚刚被叫进去 苏访云帮明 带整了整头发和衣服 顺便问 试镜资料 你看了吗 明代胡乱点头 看了 看了 其实没看 他本就是来走个过场 苏访云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明代的敷衍 反正是莫怎摩问 只拍拍明代肩膀 放平心态 嗯 明代估计 这里没有谁会比自己的心态更淡定了 不远处有人喊号 十六号 苏访云抬手示意 这里 随后明代脚步轻松走进试镜室 进门时 恰好和抹着泪出来的十五号擦肩而过 明代目光略一停留 很快走进去 在一种负责选择的剧组高层前站定 谭文书就坐在最中间 温和待笑的视线落在明代身上 明代不自在地动了动肩膀 明代 我们又见面了呢 开口的是谭文书 他这句话 直接让事近视内气氛 从严肃转位轻松 大家争着巴结他 谭导认识这姑娘吗 外形确实不错 之前有过什么作品 就是年纪小了点 能压得住公主这个角色吗 当住明代的面 就讨论起来 好像谭文书那句话 就能把明代的角色定下来似的 换作性子单纯的 可能会被分为带骗 真以为自己机会变大了 角色板上钉钉 其实明代并不为所动 他知道 这些人 不过是把他当成了 恭维谭文书的工具 不是真的看好他 有下一个被谭文书 出声关照的演员 他们会是同样的态度 明代超乎年龄的理智和成熟 让谭文书 不由地多看了两眼 他翻着明代的简历 你跟高义高倒 沈青和合作过吗 明代嗡了声 谭文书笑了 小姑娘性子比较害羞啊 明代就不说话 既然这样 就演一段 刚才资料看过了吧 谭文书和尚简历说道 明代点点头 正准备摆开架势 随便演演 突然有人手机响起 嗡嗡嗡的震动声很大 有人当即黑着脸 谁的手机 话还没说完 谭文书从外套摸出手机 那人态度立刻大转变 谭倒啊 看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谭文书看了眼手机 眼神有瞬间的冷 而后又若无奇是笑着 是有点事 我去一趟 走的时候 并未特意关照过明代 所以等谭文书离开 其他人对明代的态度 也不再热闹 明代往门口方向看了眼 隐隐有了预感 不想担个时间 迅速走完过场 不到五分钟 明代就结束视镜 迫不及待从视镜视出来 苏访云抱着手臂 就等在门外 还好吗 我看刚刚谭倒好像出去了 这话本一时担心谭文书 视镜中途 出来会给明代带来影响 明代却眼睛一亮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苏访云指了指 默示吧 苏访云不傻 今天种种迹象 都表明明代的心不在焉 现在五分钟视镜结束 看起来也没有太伤心 反而更关注谭文书去向 需要我帮忙吗 苏访云猜到明代不会说 便只是这样问 明代摇摇头 暂时不需要 有的话我会说的 苏访云微微一笑 那好 去吧 毋庸置疑的信任 明代回忆一笑 加快步伐 往苏访云所指的方向追过去 第204章 偷听 苏访云指的方向是走廊尽头 但明代过来 并没有发现谭文书或者别人的身影 他转悠两圈 才发现右侧穿过消防门 绕过拐角 通向一处很隐秘的露台 谭文书就站在那里 而他面前站着的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的年轻女孩 明代及时收回脚藏起身 略略心惊 就是他了 就在明代躲起来的下一秒 谭文书的视线 恰好看过来 见莫人 才若无其事地收回去 稍稍放松 重新露出温和 或者说伪善地笑 他便换着女孩的名字 小香 边抬手想去摸女孩的头发 啪的一声 女孩打开她的手 身体因愤怒而颤抖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女孩失控地喊道 谭文书并不生气 揉了揉手 笑得亲切 小香 你怎么了 之前不还是谭老师谭老师地教我吗 别说了 是我看错你 竟然不知道你谭文书 是个恶心下流的衣冠禽兽 女孩攥着领口的衣服 彭扶要呼吸不过来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濒临崩溃 谭文书警惕地用视线搜寻四周 嘴上语气又柔和又惊讶 喂食魔 小香 我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 有些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女孩跟看恶魔似的看她 声音哆嗦 明明是你 明明是你 谭文书冷静微笑 可喝酒的人是你自己啊 这我可没有逼迫你 女孩几乎咬碎了牙 谭文书 你无耻 谭文书摇头探斗 小香 你不过就是个精飘的农村女孩 如果不是我挖掘 你当演员 以你的高中学历 可能还在餐馆洗盘子 或者当保姆 我为你做这么多 你该感恩戴德才是 怎么能反过来骂我呢 听她的语气 不知道还以为女孩 是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 我宁愿去洗盘子 去当保姆 这话太孩子气了 小香 再等两年你就知道 钱比一切都重要 你为师摩会高中莫读完 就进城打工呢 还不是因为你妈妈生病没钱 拖垮了你家 想想 你要是乖乖跟了我 你妈妈的病 是不是就有钱可以医治了 所以啊 跟钱比起来 其他都不算什么 有些东西 更是社会给女孩的枷锁 你乱说 分明是你强迫我 我刚已经说了 酒是你喝的 另外 手机里关心我的聊天记录 是你发的吧 难道就没有半点主动 想勾引我的意思 我没有 我只是把你当老师当恩人 何香 不要装单纯 你都二十岁 出来打工三四年 会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 信不信 就算你爆料给媒体 全世界的人 还是会站在我这边 毕竟以我们地位的差距 大家都更愿意 相信你是在贪图什么 你乱说 你乱说 女孩已经方寸大乱 被谭文书的字字句句 逼得溃不成军 谭文书则始终面带微笑 好像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 最后给出一击 想想你生病的妈妈 要是你把视频曝光 我是会受短时间的影响 但在你们那个消息闭塞的小县城 这种事情 要不了两三天就会传遍吧 等所有人都指责你妈妈 养了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以她身体 能拖得了多久 女孩彻底崩溃了 捂着脸 嚎啕大哭起来 谭文书无动于衷 眼神冷得像冰 忽然 有脚步声传来 谭文书紧张地看向走廊 又迅速放松 来了 对方也就是谭文书的助理点点头 来的路上莫看见人 谭文书 那就好 而沉浸在绝望情绪里的女孩 压根没有注意到谭文书和其他人的动向 谭文书撇过她一眼 好自未知吧 何香 要是再敢威胁我 这件事不会就这磨算了 随后带着她的助理 悠闲地夺步离开 往试镜室方向回去 不远处 暗中观察住的明代松了口气 但她没急着出来 不到两分钟 谭文书带着助理杀了个回马枪 再次确认附近没有人 多疑的她才算是安心 走吧 这次 明代终于从暗处走出 五分钟后 确认谭文书没有回来 才加快脚步 往那隐秘的露台过去 穿过消防门 来到走廊拐角 她点七角 从墙壁挂住的消防箱顶端内侧 取下一支录音笔 录音笔闪瘦绿灯 表示正在录制中 现在想起来 明代很庆幸自己多留了个心眼 谭文书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她敢在这种地方肆无忌惮地说私事 肯定是有后手 而明代是先有猜测 顺便带上了录音笔 又再偷听不到两分钟 意识到如果后面有人来 那她进不得退不得 只会被人荡场逮个正主 于是灵机一动 把录音笔藏在了消防箱上面 取回录音笔 明代第一时间收起来 网路抬走去 想看看那个女孩怎么样了 露台空无一人 人呢 明代在远处一直观察 除了谭文书和她助理 并没有现其他人从那里走出来 明代迅速转身 果不其然发现 走廊另一端的消防楼梯 楼梯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女孩 买手在膝盖间 无声地哭泣住 偷听到灵星几句 还没来得及确认录音笔的明代 不知道女孩发生了什么事 却依然能从她身上感受到浓浓的绝望 稍稍松弃的明代 放轻脚步 地上纸巾 你还好吗 女孩匆匆擦掉泪水 没要明代的纸巾 我没事 说完 低着头起身 特意躲开明代 贴着墙根想要离开 明代果断 你刚刚是不是献了谭文书 女孩身体僵住 然后 机械地像个木偶 摇头道 我不认识谭文书 明代看着女孩哭泣 没有一丝光亮的眼睛 暗道糟糕 可是现在 不知道女孩身上 具体发生食模式的明代 根本不好找突破口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女孩抬脚离去 而她 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女孩身后 第205章 感同身受 何香相失去了灵魂 神情麻木地走在路上 连撞了人都不知道 别人抱怨 你走路莫掌眼啊 她也只是微微懦懦点头 还是明代走上前 帮忙说了声 抱歉 何香呆滞的黑眼珠动了动 抬起那张消瘦的脸颊 都凹进去的脸 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 不要跟着我 何香呆狠狠说了句 明代不得不停下脚步 等何香走远些 才重新跟上去 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 跟着何香的过程里 明代将录音笔录到内容 转成文字 呼伦吞早扫过一遍 哪怕仅是直言片语 都看得她心惊 看看前面何香的背影 明代掐着掌心 内心愤怒 甚至是感同身受 前世如果不是巧合 让她发现了 谭文书真面目 恐怕她最后的 下场与何香无异 谭文书 谭文书 明代气节 恨不得把手里这段录音 立刻昭告天下 但明代只是想想 她知道 这种事情要是公开 会对处于弱势的女孩 造成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为什么谭文书 在对话里表现得 近乎肆无忌惮 就是因为她知道 事情曝光 哪怕她会遭殃 何香的下场 也会比她惨千倍万倍 明代握住录音笔 轻轻叹气 她正准备抬脚加快速度 温和雀音侧侧的声音 忽然在几步之外响起 明代 你在这里啊 明代收紧掌心 不动声色将录音笔藏起来 转身迎上对方打量探究的眼神 谭道 明代刻刻气气 出现得跟幽灵般 悄无声息的谭文书 带着狼狈未尖的助理 上下扫视助明代 谭文书 我看你好像跟在一个女孩身后 是你认识的人吗 明代心肩骤紧 谭文书这个老狐狸 又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不过 明代临场 应变能力不错 当即装得若无其事 阿勒生 我刚在路上 遇见那个女孩 她看起来 状态很不好 所以 我想她需不需要帮忙 谭道 怎么会关心这件事 是认识那个女孩吗 面对明代的反问 谭文书很镇定 不 不认识 这样啊 明代瞧着 好像不以为意 谭文书忽然笑道 对了 刚才轮到你的市境顺序 我有事出去了一趟 这样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如回去重新表演一次 我觉得 你会是不错的选择 明代知道 谭文书是想故意支开她 不惜抛出角色作为诱惑 我感觉自己并不适合那个角色 哦 我以为这部电影对你来说 会是个不错的机会 适合我才是好的 谢谢你谭道 明代忍着反胃 跟谭文书到了线 她装作随意地 往周围看了看 发现何香早就消失不现了 要不是谭文书拖着她 明代有些心骄 偏偏谭文书没有 就此放弃 转而继续道 那女主角呢 我看你很适合女主角 要不要试试演一段 是吗 当然 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明代能够感觉到 谭文书的眼神 在变得狐疑 她一直这样推举 谭文书起疑心了 要去吗 就算敷衍敷衍 打消谭文书疑心也好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前世听到的传闻里 女孩跳楼事件 发生在下楼 这意味着 还有时间 就在明代快要点头的时候 苏访云匆匆从远处走过来 待一待 苏姐 打你电话怎么莫接 苏访云脸色焦急 随意跟谭文书打了个招呼 谭导你好 谭文书眯起眼睛 你是 苏访云 苏访云笑得客气 没想到 谭导还能记得我 你和颜浩那小子关系好吗 谭文书口中随意提及的 颜浩 正是颜家学颜岛的青殿 鼎鼎大名的世界 极鼎级导演 在国际上拿到的奖项 比谭文书更多 同属国内五大岛之一 相比目前陪座莫习的谭文书 颜浩是数一数二的那个 不过算算年龄两人都差不多 谭文书说话随意点 也不难理解 苏访云 对了 谭导 我们代代还有事情 我就带他先走一步了 谭文书 很急的事情吗 对的 那去吧 这次谭文书 没有再硬拉着明代 去试进什么女主角 可见他本意 就如明代猜测的那样 是想支开他 不要发现和香的问题罢了 明代和苏访云往 其他方向走了 谭文书也没有留在原地 顺势叮嘱了助理一句 把和香盯着 别让他闹出什么事 是 而不远处 明代跟上苏访云加快的步伐 瞅着他焦急的神色 发生什么事了 很重要吗 苏访云脚下一停 脸上焦急转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冲明代俏皮的眨眨眼睛 怎么样 我的眼纪不错吧 明代愣了愣 苏访云扑痴笑开 我故意的 刚才看谭文书 有点古怪 特意来带你离开的 后知后觉的明代跟着笑了 还有点小小的感动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需要我帮忙吗 明代犹豫该不该说 说的话 他要怎么解释这一切 提前准备的录音笔 改变主意的视镜 怎么看都很可疑 但是 站在他面前的是苏解 是明代重生后 第一个朝他伸来温暖之手的苏解 更是对明代 交付了全部信任的苏解 明代决定好 没有蒋和香的事 而是静止道 我再找一个女孩 穿着红色羽绒服 人很瘦 看起来特别憔悴 大概比我矮半个头的样子 苏解 你帮我分头找找 要是看见他了 就给我打电话行吗 行 当然行 苏访云 不愧是苏访云 在这个节骨眼上连一句话都没有多问 果断点头印下 顺便理智地分析起情况 这栋楼很大 听说与天桥相连的 还有隔壁一栋楼 在这里工作的员工数已万几 茫茫人海 找起来很不容易 有没有他具体 可能会去的地方 我们尽量缩小范围 明代也不知道 距离跳楼事件发生 还有一段时间 河湘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第206章 你没有错 两人商量后 最后决定一个从上往下 一个从下往上的找人 在中间楼层会合 苏访云从一楼开始找 说大厦外面有技家便利店 准备先去那里看看 明代听了 觉得自己向苏访云寻求帮助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是他 可能就被 天台跳楼 这个消息困住思维 想不到便利店这种地方 苏访云想到了 他想不到的死角 让明代心里更安几分 因为谭文书打扰 而跟丢荷香这件事 明代始终耿耿于怀 但愿不会 因为这个小小疏忽 而造成可怕后果 但愿 接下来 明代坐电梯 去往顶楼天台 他怕前世听到的消息有疏漏 决定第一时间去天台确认 万幸的是 在这里 没有找到任何人的身影 明代松了口气 正准备去其他地方找人 余光忽然顿住 瞥见隔壁那栋楼的天台 两栋楼距离挨得很近 中间有天桥相连 双子楼的结构 是燕京地标式建筑 隔壁楼天台看过去 也是空荡荡 没有人 但有一小块区域被抢挡住了 属于死角地带 不会吧 明代嘴上是这魔术 可并不敢抱这个侥幸 他先跑到天台栏杆边往下看了看 发现往下数两层就有通往隔壁楼的天桥 确认了路线 明代立即动身往隔壁洞去 他心焦急 速度也很快 五分钟不到 便抵达隔壁洞天台 一步跨出天台门 环顾四周 果然如同在旁边天台看到的那样 没有任何人 不对 有人 明代目光微宁 看到天台栏杆的外面 窄得只能踩下一只脚的平台边缘 有个瘦小到不起眼的身影缩在那里 那人双腿悬空在外 头发被顶楼狂风吹乱 鲜艳的红色羽绒服 好像流淌的鲜血 是何香 明代迅速摸出手机 先给苏访云发了条信息 让他赶快来这里 然后他打开通话界面 愣下三位数报警号码 还没来得及拨出去 你在做什么 悠悠的声音冷不丁响起 明代按键的动作僵住 想报警吗 和湘空洞洞的眼睛 从栏杆缝隙盯着明代的手 大有明代敢报警 就当场跳下去的架势 明代不得不举其手 解释道 没有 你误会了 何香没有轻易相信 而是说 你从刚刚起 就跟着我 想做什么 明代语气冷静 我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些事情 我想帮你 帮我 何香发出讥讽的笑声 像是听见什么天大的笑话 明代略有不解 因为何香的态度 着实不对劲 果然 何香反应并不是顺从或者感动 而是异常的激烈 帮我 你要怎么帮我 还是嘴上说着帮我 其实想要利用我 有人想利用你吗 明代听出了猫腻 而何香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你们都是一路人 打着想要帮助我的名头 其实就想利用我 搬倒谈文书 你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 魏石魔 我那么信任他 把所有遭遇都告诉他了 他说很同情联系我 说不介意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愿意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可是 可是他转头就把这件事 告诉了自己的兄弟 还说要找媒体爆料 要把消息卖给别人 还想拖我的视频 明代静静听住 总算是明白 魏神魔和香对他的帮助总是抵触 因为何香遭遇过类似的伤害 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 没想到这种行为却 是把伤害自己的权利 交到那个人手里 恐怕 这也是何香会想走极端 在前世 最终莫能等来任何人帮助 孤独又绝望的 从天台一跃而下的真实原因 眼看何香的情绪 越发激烈 单薄的身躯 好似在风里摇晃 嘴上不断念叨着 你们就是想看我死 是不是我死了 你们就满意了 好 好 你错了 明代一声轻贺 何香被惊住了 下意识用手抓住栏杆 稳住身体 茫然地看向明代 明代引人咬牙 一字一句道 你以为死了 会伤害谁 那些男人吗 不 他们只会嘲笑你的懦弱和可怜 转身继续把这件事当成谈资 最后为你的死伤心的 只有你的亲人和朋友 何香肩膀晃了晃 眼眶迅速地红了 你懂什么 你知道我遭遇的什么吗 明代眼睛同样有些泛酸 语气却轻柔下来 我知道的 何香不解地看着她 我知道的 明代再次重负 忍住汹涌的情绪 那种感觉很难受吧 被背叛 被奚落 被轻蔑 她轻易地判断你的价值 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你 甚至否定你的人品 将你说成跟她同类的垃圾 你其实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可人人都会说 是你的错 没有人会信你 连最亲密的人都在怀疑你 你无法辩驳 没有还手力量 面对着一座 无法跨越的大山 那种绝望和无力感 几乎把你淹没 以至于到最后 开始自己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错 何香眼眶里 一点点蓄满泪水 明代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她的心声 你 何香看向明代的眼神 有所软化 明代压了压眼角的湿润 你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伤害你的人 所以下来吧 无论如何 都要为自己 争取一线生机 何香微微动容 突然问道 你是 听到了我和谭文书的对话吗 明代点头承认 没错 我听见了 但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 这件事最后的选择权 在你手上 哪怕你想一直隐瞒下去 都是可以的 明代改主意了 一开始 她想抓住谭文书的把柄 毁掉这部电影 让她彻底倒台 可如果这所有 都是建立在一个女孩的绝望痛苦上 那她宁愿不要 倒不是说放弃 而是另寻其他办法 像谭文书那众人 犯下的罪行 岂止一件两件 何香终于笑了 笑里有释然和满足 她扶着栏杆 艰难站起来 面对助明代 说 谢谢你 说完 松开手 向后道去 第207章 她说 别怕 不要 明代都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 能够爆发出如此巨大的潜力 竟然几步就冲到天台边缘 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把抓住何香的手 惯性和重力 带着明代的身体 狠狠撞在栏杆上 但明代却 完全没有感到痛意 咬紧牙关 用双手紧紧拽住 何香的手臂 何香很瘦 也有90斤左右 明代想靠区区两只手 就把跟自己体重一样的 何香拖上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恍恍惚惚的何香 抬起脑袋 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死 而是被人拉住了 你 你在做什么 何香的语气 变得惊慌 明代的脸 因为用力长得通红 快要撑不住了 连话 都是断断续续 看了还 还不知道吗 我 我在救你啊 何香惊恶睁大眼睛 你疯了吗 万一你也掉下来 怎么办 不 不会的 然后 他的身体 因为何香的重量 以及光滑没有阻力的 不锈钢栏杆 又往外滑了几厘米 脚尖很勉强 才触着地面 明代升了极致 把双脚卡在栏杆缝隙里 阻止了下滑的趋势 代价是他的脚背 被压得剧痛不已 可现在哪里 管得了这么多 明代脑海里 只有被自己双手 系住的一条命 前世到死 都没有人来救明代 他知道那重感觉有多可怕 所以 他不想无辜的何香 也体会那般痛苦 何香嘴上 说着活着无趣 可明代看他脸上 分明写满了 救救我 于是 明代硬是咬牙忍住痛 并把何香的手臂 抓得更紧了 他刚刚已经给苏访云 发了消息 苏姐很快就会来 只要坚持到那个时候就行 明代额头和鼻尖 都已经渗出汗珠 何香正正看着 忽然哭了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何香眼离满满 都是悔意 并且终于试着 伸手去抓栏杆自救 而不是把力气 吸在明代一个人身上 可这样做 依然艰难 何香一动 反而让明代的身体 也跟着晃动起来 吓得何香不敢挣扎了 怎么办 要不然 你还是松手吧 别因为我害了你 何香气不成声 快了 快了 明代大喘住气 逐渐感觉到 手臂的酸乏麻木 彭腹一根线崩到了极致 别怕 如同云端 偏然飘落的低沉嗓音 温暖随即从身后 将明代包裹 结实有力的手臂 从明代身侧探出 抓住了何香的手 明代徐徐睁大眼睛 不禁好奇扭头 对方为了方便失利 离他很近 几乎已被后报的姿势 将明代捐在怀里 所以明代不过是稍稍侧头 就看到了对方蹦紧的下河线 也因此 认出了对方 小舅舅 嗯 和目的声应着 因为距离太近 温热鼻息 喷洒在明代脖颈皮肤上 惊奇阵阵站立 明代险些打了个哆嗦 何目注意到了 以为明代是快撑不住了 语气果断 且极具安全感 放心交给我 你松手吧 明代正正地看着他 许久未动 何目低头又唤了声 代代 明代不自在地 偏了偏头 总觉得以着重姿视听 何目喊 代代 格外的暧昧 于是 顺着何目的意思 待他抓紧何香后 松开双手 灵活地向尾鱼儿 从他怀里溜出去 何目的喉街 微不可查地滚动 明代没注意 气喘欲欲占定 双臂近乎脱力地垂在两侧 并微微颤抖着 四面八方的寒风 更是吹浅了汗 让他浑身发冷 不过明代无暇顾及这些 时刻关注着 何目手上的动静 他有些急 但也不那么急 上次爬山 明代就已经见过了 何目的体力 所以才会信任他 果然不负明代期待 何目手臂肌肉一发力 九十斤的何香 便轻巧如无物 被他提起来 并拽回天台栏杆以内 何香刚站稳 便哭着扑进明代怀里 紧紧抱着他 语无伦次 谢谢你 对不起 谢谢你 明代经了经 而后温柔拍着何香的后背 莫关谢 你能想开就好 何香抓着明代的衣服 嚎啕大哭 哭声里竟是悔意和后怕 其实何香从风开栏杆那一刻 就后悔了 但何香更后怕的 是怕连累到明代 就在这时 何目将手机递到何香面前 是你的吧 是 是我的 刚才落在洗手台上了 看看吧 好像有你的未接来电 何目的话 让何香不得不放开明代 接过那只手机 看到屏幕上 妈妈 得未接来电 何香更是无力蹲下 捂着脸 气不成声 明代健壮 知道何香是彻底打消寻死的念头 小小吐出一口气 手疼吗 何目的声音将明代的思绪和视线一并拽回来 他看起来应该是万物不留济于心的性子 偏偏此时却 微挫着眉心 本该如高原天空旷达广袤的双眸 更是写满了对明代的担心 我没 末世 明代目不转睛地看着何目 将他的声音一点点记在脑海里 是他吗 明代有点不敢确认 好像敬相勤怯 何目倒没有注意到明代那点古怪 只顾着关注明代的手 可以帮你看看吗 何目是现询问道 啊 明代愣了下 才点头 可 可以 何目伸出手 捏了捏明代最有可能受伤的上帝 明代猝不及防 发出 嘶 得一声 应该是撞上栏杆的那一下 以及后续在栏杆上压了许久 有点瘀青 明代自己觉得没有答案 末世的 应该很快就能好 何目神情冷肃 定定看着明代 真的没事 明代不敢说话了 善善地明起唇 呆呆 不远处响起苏访云的声音 明代赶紧挥挥手 苏姐 何目眼眸微锤 却没有放开握着明代手臂的那只手 苏访云大步跑过来 看看明代 又看看何目 胡怡眯起眼睛 不过接下来的分杂 让苏访云无暇多问 因为随苏访云一起来人的 还有警察 明代的那通消息 让苏访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来之前没忘记顺便报了个警 第208章 原来是他 现场情况让警察有些困惑 不是说出事了吗 哦 是这样的 明代刚要解释 蹲在地上的何香 缓缓站起身 让我来说吧 刚才我想跳楼 是他救了我 两名警察惊到了 立刻放低声音劝慰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想不开 任何困难都可以过去的 何香低着头 双手紧攥着拳 好像正在挣扎着什么 明代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别 我要报警 何香的声音 从颤抖 到笃定有力 最后双目坚定地对着那两名警察说 导演谭文书 他强迫了我 我有视频和物证 四下一片吃惊 明代轻轻吸了口气 何默默不作声 苏访云明显流露出震撼 连两名警察都被谭文书这个名字给惊到了 唯有何香在这个时候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只是笑里有泪 对明代感激道 你说得对 我没有错 为什么我要怕他 反正我连死都不怕 还不如和他硬刚到底 这样才能不辜负被你救下的一条命 明代动容不已 眼里雾气阴晕 他将放在外套兜里的录音笔拿出来 塞到何香手里 这是刚才他威胁你的话 可以作为证据 何香惊讶 谢谢 何木事事开口 需要律师吗 他偶尔会负责免费的工艺案件 那只剪刀的屏幕裂开的老旧手机 以及寒酸的衣着 让何木看出了何香的囊中羞涩 帮忙解决了何香现在最迫切的问题 何香忙不迭点头 谢谢 谢谢 苏访云也在这时候说 如果你需要舆论上的帮助 可以打电话找我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叫苏访云 何香再也绷不住 谢谢 谢谢你们 何香被警察们护着离开了 一场娱乐圈的惊天风暴即将掀起 苏访云感慨 谁能想到谭文书看着斯文 私底下竟然震魔 龌龊不堪 简直就不是人 说着转头 准备寻求明代的认同 结果明代压根 默看他的方向 只顾着盯着那男人的脸瞧 苏访云有点泛酸 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水灵灵的小白菜长大 懂得拱猪 咳了声 黛黛 明代恍若未绝 因为他现在脑子里都是和睦的声音 刚刚和睦说话 他特意悄悄闭眼去听 越听越像 过去的记忆恰好浮现 明代想起夏林生日晚上与那个声音擦肩而过 问起夏林时 夏林说的那句 就记得我小舅舅是从这里出来 没错 就是他 那个前世在露台上给他温暖安慰的男人 原来他就是和睦 明代张了张嘴 却无从问起 隔着一世 明代从哪儿去找和睦的记忆 况且 就算是前世的和睦 估计也不会记得自己随口安慰的陌生人 还好他记得那份温暖 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 和睦无奈而笑 我脸上有东西吗 明代方才惊醒 自己盯着和睦 看得太久了 不是不是 明代连连摆手 我就是好奇 小舅舅 你是怎么会来这里 和睦 娓娓道来 刚才发生的事情 和睦 是在南厕所遇见的和乡 是的 南厕所 现在想来 应该是精神恍惚的和乡 走错了 而且 当时和乡的反应 实在是不对劲 被和睦的助理提醒 走错了 依然脸色苍白 望着镜子 许久才动脚离开 和睦同行的人 忍不住说 这姑娘瞧着好奇怪 跟行尸走肉似的 连点活气都没有 咦 他把手机落下了 和睦看见那只落在 洗手台上的手机 预感不大好 于是暂停会议 让助理和自己 分头寻找和乡 最后是在天台 找到了和乡和明代 幸好 和睦说完 深深看了明代一眼 明代并未觉察其中深意 对啊 幸好 小舅舅你来得及时 把他救下了 他笑眯眯地感慨 像是想起了前世的和睦 小舅舅果然是善良的人呢 和睦隐隐有些无奈 又隐隐想笑 随后嗓音温和道 所以 接下来 是不是该去医院了 始终观察两人动向的 苏访云一惊 医院 代代你受伤了 明代想摆手说 没有 可是在和睦的注视之下 这两个字 硬是说不出口 和睦台湾看了眼表 正好我有时间 送你去吧 明代只好乖巧点头 苏访云没有阻止 大概是看出明代不想去医院 要是和睦不在 自己可能扛不住明代的撒娇软化 一路乘电梯下楼 中途和睦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说是推迟会议 明代忙不迭 小舅舅 你要开会吗 那你赶紧去忙 不用送我去医院 和睦 不是重要的会议 好吧 电梯门打开时 明代发现 一楼大厅聚集了不少人 三三两两凑成堆 议论着什么 都不用明代他们 特意去打听 这些人八卦的声音 就自动飘劲里 就在五分钟前 谭文书被警察带走了 警察莫说 是什么罪名 但谭文书在自己的电影 试镜现场 被人带走这件事 实在是太震撼 以至于所有人都炸锅了 二楼前来试镜的演员们 纷纷跑到一楼来看热闹 目送着谭文书离开 关于具体罪名 大家议论纷纷 说法不一 听说是经济犯罪 贪了一个亿的电影票房 你就吹吧 谭岛上次的电影票房 一亿出头 再加上奋账 能胜多少 我怎么听说 是有圈内高层被抓 把谭岛供出来了 公骂 据我所知事于灭啊 估计很快就能放出来 对啊 谭岛是什么人 能出什么事 大家普遍看法 比较轻松正面 都不觉得 谭文书会犯什么大罪 更没有人会往谭文书 真正罪名的那个方向去想 由此可见 谭文书的名声 经营得多么的完美 连消息灵通的圈内人 都先少知道他的真面目 等到谭文书判决那天 这些人恐怕会惊掉眼球 圈内更是少不了 一场大震动吧 至于 天魔 这部电影 筹备怕是遥遥无期 第209章 早该放弃的 宁旭被清歌关在病房 收走手机 门口安排保镖两班 到24小时守住 哪怕变成苍蝇都飞不出去 上午陆宇来看过他 不过是站在门口 在两尊门神般的保镖注视下 进行的对话 不用想 这肯定是心思缜密的宁书 特地叮嘱的 就怕宁旭跟陆宇这俩狐朋狗友 凑堆闹出什么事 宁旭计划落空 不死心 又施展出一招声东击西 假装绑着床单 从三楼窗户逃出去 自己则躲在床底下 等保镖紧张追上去后 再从床底下钻出来 换个方向逃之夭夭 这次他成功了 不过逃出医院之路 依然堪称艰难 宁旭没手机 一条腿打着石膏 走路要靠拐杖 幸亏他身上藏了一百块钱 又靠脸让路人阿姨借手机 搜到了谭文书芯片的试镜地点 总算是没有波折地 顺利打车抵达目的地 可是 最后拦住他的 却是大厦的保安 保安亦正言辞拒绝他 抱歉 我们这里不能随便进出 宁旭不得已 只能站在门口等人 胶着得时不时 往门口方向看一眼 保安看他腿不方便 于心不忍 搬来一张椅子 让宁旭坐 抱歉啊 小伙子 我们有规定 不能随便放人进去 违反是要罚款的 宁旭没有推拒 因为他的腿的雀疼得厉害 嘴唇都发白了 坐下之后 感觉缓解许多 低声跟保安道谢 保安因此打开了话匣子 小试一桩 不过小伙子来这里是做什么 等人吗 女朋友啊 我喜欢的人 宁旭低声道 保安莫名听得心酸 忍不住劝道 那也不能就站在这里等住啊 大冬天的 我看你就穿件毛衣 腿还受着伤 还有这个天气 阴沉沉的 怕是马上要下雨了 就要喜欢人 也要以自己身体为重知道吗 保安看宁旭年龄 跟自家儿子差不多 便唠唠叨叨多说了些 可惜宁旭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只知道望着大厦的门口 相尊萧瑟的雕像 中间出了点小混乱 好像是警察来了 然后大厦里有人被警察带走了 许多人都围过去看热闹 还有附近经过的路人 甚至是刚刚还顾着 和宁旭说话的那位保安大叔 没一会儿 保安大叔走回来 跟宁旭说 有个导演被抓了 唐恩叔你知道吗 听说今天好多人来试镜他的电影了 结果被警察带走了 这是犯了什么坏事哦 宁旭对此默不关心 甚至懒得台没多看一眼 没过几分钟 他心心念念等的人终于来了 明代从正门走出 带着顶鱼夫帽 帽颜压低遮住上半张脸 下半张脸 盈盈绽放开笑意 看起来心情很好 宁旭一眼就认出了他 呆呆 激动站起身 差点忘了腿上有伤 不小心踩到地面疼得呲牙咧嘴 保安吓了一跳 连去扶他 这是你等的人来了 宁旭顾不上答 抓起拐杖准备靠过去线他 下一刻 明代呼地朝他转身 宁旭心脏扑通狂跳 以为明代是看到他了 抬手就想整理头发 以至于他都开始懊恼自己该晚点来 至少现在脸上处处是擦伤 瘸住一条腿 看起来跟状态好 英俊之类的磁石再是不沾边 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 是自己想多了 明代目光根本莫作停留 轻盈转了一圈 双手背在身后 笑嘻嘻地看着身后的人 那是宁旭第一次看明代 笑得那么开心 他在自己面前 永远是冷淡拒绝 常常眉心促起 偶尔扯了扯嘴角但笑一下 宁旭就已经非常开心 跟吃了糖似的甜滋滋 可现在 宁旭才知道 原来明代也可以笑得灿烂明媚 没有半点阴霾 并且那个对象 是个男人 宁旭胸口像是被压上一块大石头般喘不过气 当那个男人同样回以温序地笑 眉眼柔和如冰水化暖 万物复苏 两人对视时 在旁人看来有重难以形容的圆容气场 不容外人插足 那是谁 宁旭的脸几乎被极度扭曲 一旁想要帮忙的保安都吓到了 善善劝导 那两人瞧着应该是一对吧 小伙子 看开些 总不能破坏人家感情啊 不是 宁旭的声音从尺缝里一点点挤出 他的嘴里迷漫开血腥气 原来是宁旭自己莫注意的时候 把下嘴唇给咬破了 很疼 但又感觉不到疼 因为宁旭心里的痛意胜过百倍千倍 保安看着他可怜 拍拍宁旭肩膀 宁旭不畏所动 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明代和那个男人 啪 一颗冰凉的雨珠 恰好滴在宁旭眼角 又顺势滑落至下河 像是悄然落下的眼泪 保安一惊一炸叫起来 呀 真下雨了 小伙子快过来躲雨啊 宁旭闻声未动 任由冰凉雨水打在身上 定定看着远处 明代也被雨淋到了 转眼大雨成倾盆之势 而在那之前 男人从助理手上接过伞 挡在明代头顶 明代好像仰头说了声线 男人笑了笑 把雨伞倾向他 雨目中 两人并肩坐上车 离开 宁旭捏紧拐杖的手指 近乎发白 细密雨水 很快淋湿他的头发 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 看起来非常狼狈 宁旭自己却全然没有感觉 正正望着 那辆车离开的方向 撕心裂肺的痛 一把黑伞 悄然出现在宁旭头顶 如东风冷冽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那是和睦 宁旭宛若冻结的眼珠子 颤了颤 知道和睦是谁吧 没想到 明代居然会和他在一起 宁书举住伞 压低眉眼 近乎吃笑地 低声说了两个字 难怪 宁旭默不作声 宁书撇着伤心失落的他 这就是你跑出医院的理由 害得大堆人疯了似的找你 可看看 你现在得到了什么 宁旭 到此为止吧 宁旭艰难地 拄着拐杖转身 宁书这才发现 原来宁旭早已经眼睛通红 哥 我知道了 是该放弃的 早该放弃的 宁书放轻声音 好了 回医院吧 第210章 两个宁旭 车祸伤势恢复期 加上大冬天穿的单薄被淋雨 宁旭一回到医院 就发起了高烧 医生说伤口有感染的趋势 预计调养时间可能要加长 宁书心疼地点 又觉得他活该 不过想想宁旭要是经过这遭 能彻底清醒过来 倒也不失为应得的教训 但是宁书没想到 宁旭这场病来事汹汹 高烧到第二天也没有退下去的趋势 甚至进入了昏迷状态 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案 不容乐观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弟弟去死 宁书勃然大怒 冷漠的脸上满是怒意 主治医生无奈道 药物作用是有限的 少不了患者良好心态作用 但是这位患者他 医生欲言又止 宁书黑眸鸡去风暴 你难道是想说 我弟弟现在没有求生的意志 主治医生 不算没有 就是 很弱 真是疯了 宁书无法理解面前这重状况 就为了一个明代 宁旭就不想活了 宁书转身进了病房 步伐裹挟着风雷怒火之势 来到病床边 看着宁旭那张惨白的 快要跟床单枕头颜色融为一体的脸 细碎的黑发 静静搭在额前 让宁书莫名想起 小时候乖乖跟在身后 喊哥哥的宁旭 起来 宁书忍着怒火 声音像是掺杂着冰茶子 你是懦夫吗 就为了个女人 现在连哥哥家人命都不要了 什么时候你 宁旭成了这种人 宁旭悄无声息地躺着 宁书不禁拔高音量 滚起来 宁旭 宁旭依然不动 跟进来的主治医生提议 有什么对患者影响很大的人吗 最好可以直接刺激到患者的求生意识 宁书冷言扫过去 你的意思是 我这亲哥哥 不足以让他想活下来 主治医生发觉踩了雷驱 立马不敢说话了 宁书摁着胀痛的太阳穴 闭眼沉思许久 终于朝身后助理伸去手 宁旭的手机给我 宁书没有明代的号码 但宁旭有 动手翻到明代手机号 拨过去 对不起 宁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宁书不可思议地拿开手机 盯着自动断掉的电话 这是被拉黑了 对了 上次明代同他说过会把宁旭拉黑 倒是挺言行一致 宁书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不过现在情况紧急 宁书没再耽搁 换了自己的手机给明代拨过去 这次接通了 看来宁旭的号码是被拉黑无遗 宁书不悦地沉着脸色 等待电话接通 明代 我是宁书 话还没说完 啪地一声 刚接起电话的明代立刻挂断电话 宁书握着手机的手简直快要捏碎屏幕 黑眸更是掀起滔天巨浪 宁旭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他隐约好像听见自家清歌和江医生的对话 说他求生意志很弱 求生意志弱 谁 他 宁旭觉得可笑 虽然明代这件事让他伤心 但也没到不想活的地步吧 宁旭又不是什么大痴情重 爱而不得所以一心求死这种事 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宁旭觉得 这主志肯定是个庸医 不满地想要挣扎破开周围的黑暗 却发现随着他的动作 耳边响起水流哗啦啦的声音 宁旭这才发现 自己不是被困在什么黑暗空间 而是待在一片深不见光的海域里 四面八方的强压 如巨石碾过他的灵魂 强烈地痛意拉扯着他的神经 卫石膜他会在这里 宁旭百思不得其解 奋力正扎着 想要往上游 好在他的呼吸不受影响 因车祸受伤的腿 也跟着自动痊愈 让他很快找到顺畅自由的感觉 灵活地往上浮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头顶开始出现一点点稀薄的光亮 远远好似能看到 洒满碎光的海面 宁旭见到一线希望 手脚游动得越发卖力 奇怪的是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体力 有着磨酒都没觉得乏力 顶多是有些无聊 梦境 是梦境吧 还真是稀奇的体验 宁旭望着头顶的光 由弱变强 最后终于能触碰到海面 用力从水中挣扎而出 虽说海里呼吸不受影响 但宁旭接触到新鲜空气 依然觉得 世界都通透起来 深呼吸一口 宁旭因明代而沉重的心情 好像也随之远去 宁旭撇撇嘴 转动方向想要找地方上岸 看看这个神奇的梦境世界 到底是什么模样 他愣住了 望着不远处 浑身温度都好似被海水所带走 良意彻骨 怎 怎么回事 魏石魔那里站住个 和他一模一样的人 不 不对 那就是他 雪白的病号符 赤柱的脚 消瘦的身形 黑漆漆没有一丝光亮的眼睛 憔悴得好像完全失去 生存意志的脸 是他 又不是他 水里的宁旭猛然捂住胸口 好像有阴郁 绝望的情绪 如阴霾缠上他的心脏 压得他无法呼吸 想哭哭不出来 有重压一道极致的疯狂 一眨眼 他连衣服都变了 变成了和岸上凝旭一模一样的病号符 再一眨眼 后背传来剧烈疼痛 好像被滚烫火焰烧灼过 一路延续到后颈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岸上的凝旭将目光落过来 像是看到了他 岸上凝旭的声音随风而至 呆呆 然后 尸魂落魄的 往水里一步步迈出 枯寂没有希望的脸上 有重奇异的幸福感 好像他即将奔赴的 不是死亡 而是满足他心愿的天国 水里的宁旭 有重强烈的惊恐 下意识想要退 哪怕是藏身进水里 可是刚才柔和无形的水流 现在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牢笼 将他禁锢住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岸上的凝旭 逐渐靠近 与他几乎面对面 待一待 我来陪你了 那个他嘴唇捏动 说出了让水里凝旭震惊无比的话 不过很快 凝旭就没有心思去思考了 一股力量 拽着两个灵魂 沉入深海 时间又将他们撕裂 碾碎 再重新组合 记忆归位 痛苦击尽灭顶